作业流程为,上料后,启动经抽机开始拉线,匀速转动收线架,可使收线更加紧凑,节约储存空间。 当线材到达设定的重量时,经抽机自动停止,简单固定线材后,剪断钢丝。 启动输送小车,将线材输送至滚筒线后,小车返回。 当到达远位置时,经抽机自动开启,滚筒自动将线材输送至打包工位。 自动定位后,机械手自动递送编织带,打包机开始自动高速缠绕线材。 打包完成后,另一只机械手自动换装PE料袋开始打包收尾。 收尾完成后,滚筒自动将打包好的线材传输至称重工位。 智能称重系统将数据上传至数据中心。 不仅能实现数据共享,更可追溯原始信息。 贴标系统可将打印出的标签自动转贴到线材外包装, 然后将线材旋转270度,以便于后续设备读取标签信息。 线材传送到翻转工位后,将线材向上翻转70度,以便转移。 全自动追溯机的吊臂将不同规格线材由翻转机吊装分选到极料小车储存工位上。 全自动钢丝缠绕包装机,使用简单操作方便, 可同时加工多种不同规格的线材,并可智能分类存储, 可为企业节约人力,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果。